嗨,我們明天要去北歐啦 然後我們今天住在機場 因為我們明天的飛機是早上六點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是Stanster的機場 旁邊的這邊Hilton 對,開門 我們在Stanster這邊的希爾頓呢 睡的是這個 兩張單人床 這一個晚上是七十幾磅 兩千多台幣 看一下這個廁所 糟糕沒有刮胡刀耶 也沒有牙膏喔 這邊那邊就是機場 那裡 在Reception旁邊呢 有一個Bar 賣像是漢堡啊 山明之類 還有酒類的東西 然後這邊看起來是個交易廳 那吃早餐的地方是在這邊 我剛才去拿它的備品 它這邊房間是配備品 然後要自己去拿 拿牙刷跟刮胡刀 現在四點 然後Hilton早餐就是這邊就開始供應囉 而且它很豐盛耶 看一下這邊的早餐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我想是跟美人會吃的東西 優格 蘇拉麵粉 水果 堅果 好酷 看這機器 它有的感覺 它是看見還會在那邊 在這吃早餐的地方 就也看得到 我們等下的飛機 什麼時間 我們現在 4點20分 我們是玩我們的早餐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到機場 斷電對面的人行道 然後一直走到左邊那邊才是機場 這個Scanster 它是從英國 那邊歐洲 很多航班都在這裡飛 所以這邊像是 坐火車來啊 坐公車來啊 都很方便 我們這次搭的是瑞安航空 然後它的行李要求 跟我們以往在台灣的不太一樣 它就是一人只能一件隨身的行李 然後它有尺寸限制 它是不能有輪值的那種行李 它是只有一個小袋子而已 對 像這種小袋子 如果說像那種carry on的行李箱的話呢 就要另外付錢 對 我們剛才過了背包的安全 超嚴格的耶 你全部都是乳液 對 這應該是我碰過最嚴格的安全 一定要用假錄帶 給那個電影鳥 是一點點的水 還有我一豬眼子 那兩個圈圈裡面的水 也都是要用假錄帶 對 不然它就會在那邊等超久的 然後我的背包 它等於從一幫我成立完了 全部都翻出來 不會以往看到就這樣 欸 看看看看看就沒人 然後以前我們去旅行的 那些小的旅行族 你沒帶出來 你也不知道裡面有嗎 果然是歐洲的航空 你看這個腳超寬的 超寬 超寬 冷嗎 偏白 剛剛在飛機上要降過的時候 就發現哇 好白喔 全部都是白的 超美的 但是我看歐洲人 也是很興奮 看到這裡一片角色 對啊 因為很少一下飛機就一片白吧 然後是北歐這裡特別的 所以才是一片白 像是我們飛到北歐道一樣 而且他們Landing好的時候他們都會拍手欸 有換我們那邊的沒有 我們這邊有 然後你們後段的 一定要機場廁所就北歐風 嗯 然後他連拉那個擦手指的 他也會回收欸 所以那個擦一擦之後 他又轉回去 他是故委 好了我們進到芬蘭了 剛剛海關就問我們說 欸那你們要來幾天 那你們還會回UK嗎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訂了什麼時候的票這樣子 什麼時候回去 對 然後他就會問我們說 那你們還會去哪裡 我們就說了幾個景點這樣 就把我們的行程跟他講 對 然後什麼時候回去 對 會在這邊待多久 對 差不多就這些 然後有一些地名念不出來 他還糾正我們 他還跟我們說 好新喔 這個機場非常新 很漂亮 然後這 一出機場就看到很多魯魯迷的商店欸 還有咖啡 然後整個機場都有中文可以看 也有很多人帶雪板 來這邊滑雪 怎麼出機場感覺就是跟法國不一樣啊 什麼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拿完洗淋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赫爾西武器的市區那邊 對 然後剛才忘了說我們 拿台灣的護照進來的話 是不會用簽證的 對 也不會要求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市區的話 就是跟著這個 Railway Station 這個標示走 YES 跟著 Railway Station 右轉 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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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魔 你有發現那個洗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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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怎麼了 就是他手指啊 喔沒發現 我只有發現大家在過海關的時候 海關問說要去哪裡 很多人都說我要去找Santa 海關都笑了 海關就 我知道你要去哪裡 對 我想出地名沒關係 只要去看Santa 好 嗯 我今天已經聽了200個人這樣跟我講 我覺得來到芬蘭 有一種來到未來都市的感覺 好新喔 嗯 全新的一個城市 新耶 而且好乾淨喔 哇而且整個就是北歐簡約豐油 簡約乾淨漂亮的感覺 然後其實他這邊班次很多 所以錯過一班的話 沒關係他很快就下一班 跟捷運差不多 大概十分鐘以二班 四分鐘就來了 然後車票一個成人是4.1歐 嗯這個車子好大一台喔 真的 而且好新好乾淨 好乾淨 我們去到倫敦 都已經覺得倫敦的地鐵算乾淨了 哇這一次搞得像新車一樣 好我們現在到了赫爾辛基的火車站之前 這是他們這邊最大的一個火車站 要去很多地方的車都是在這邊搭 我們晚上要搭車到聖誕老人那邊也是 搭車 那因為我們今天主要在市區 在白天 所以呢 我們 我們會走的地方 不會離車站菜店 那其實很多景點 也是在這車站附近的 我們看到前面的走一走就覺得很像 看到一個公園 前面超美的 然後我後面這裡有一間LV的店 然後聽說在芬蘭這邊啊 因為退完睡之後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會特別來奔蘭這邊買 因為北歐這邊睡情很高 對 因為已經在排隊了你看 對啊都在排隊 來到這裡感覺很多北歐的元素站 這裡就是北歐啊 好美啊 就是北歐啊 然後我們剛剛在中央車站那邊啊 因為Locker都買了 所以我們沒有得放我們的行李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個推的行李到我們要去的景點 因為想說就在附近 對 然後還有一個芬蘭人呢 一個Locker賣6塊或8塊 他會賣我10塊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下雪 好漂亮喔 然後因為下雪 所以行李更能推了 所以這裡本來是個水池 現在是結冰 所以也是個景點 然後那邊有港口 然後有渡輪 有摩天輪 在這邊的旅行有一種方式呢 他們就是會搭成渡輪 到旁邊的小島去 有個去個什麼芬蘭堡的 就是會去搭個渡輪 然後那邊也是個景點 那個綠色屋頂的那個 赫爾辛基的市集廣場也在那邊 那我們等一下先去那個市集廣場 然後去那個右邊的一個 叫老農茂市場的地方 前面這個公園有一個水池 也都結冰了 裡面都是冰 來看看 我後面這個雕像 那他就是波羅的海的女兒 叫做Amanda Amanda 有象徵芬蘭重生的意思 一個噴水池 你看那邊的海間 結冰了 那我們現在來逛一下這個市集廣場 對 到哪個國家都要逛他的市 對 好酷喔 這裡賣的東西就是有芬蘭的感覺 嗯 還有巡露 對 這也好像沒有幾攤 對大概十來攤吧 而且我發現啊 他這邊賣吃的地方 就像日本美海道一樣 他就會搭個帳篷 圍起來 對 比較不會難 韓國也不 這個市集都是賣一些很冬天用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磁鐵也都是路的造型 超可愛 而且他很多都是皮草的東西 因為這裡真的是太冷了 然後在前面這裡呢 也是有可以搭船的 一個成人是2.8一趟單趟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到這些區域 就跟剛剛那個火車有點像 選自己要的區域這樣子 船就在前面 這個後面這個紅色的教堂呢 就是在赫爾辛基這邊的三大教堂的其中之一 他就是屬於東正教的教堂 是一個以前的俄羅斯設計師來這邊改的 然後他這個是在一個小山坡上面 所以我們推行李就不上去 但他這個是個免費的景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呢 大家來到芬蘭都一定會來到這個地方 這就是老農貿市場 那裡面就是有賣很多像吃的海鮮湯類的東西 我們繼續看看 喝湯在裡面很有名 雖然這裡蠻多觀光客來 這裡蠻值得觀光客來的 溫暖又有吃的又漂亮 我們剛剛還一進來 沒發現前面是廁所 好美的門 吃不吃看 熊肉罐頭 鹿肉罐頭 哇很多鹿肉罐頭 我們買一瓶來吃吧 晚上沒東西吃就得吃鹿肉罐頭 我們來這個市場 他這個市場裡面有賣一些海鮮啊 有湯啊 有熟悉 我看到就是非常多海鮮 各式各樣的海鮮都有 對 熊肉跟鹿肉罐頭 還有他們這邊的肉類的罐頭 然後我們現在在排這個 喝湯的店 現在好多人 這間叫做Soup Plus More 它這間是有改名過的 所以現在呢 要找的話 要找Soup Plus More 這樣子 那這個呢除了在老農貿市場之外呢 它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有分店 這間是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查到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要把它加進來而已 我剛以為真的有人在這裡 好 聽來這個 鮭魚塔 我買了一個這個 看起來是鮭魚 然後下面是Bagel的樣子 Bagel呢 看起來下面是Bagel 看起來是麵包 是一個麵包 它那邊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呢 他說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口味 這樣子 我買這一個6塊 這間是鮭魚的 很有調味 很鹹 很鹹 它這鮭魚吃起來跟我們以往常會吃到的鮭魚味道不太一樣 你說生魚片吧 又不是那種煙燻的 又不是完全生魚片 它就是有調味過的鮭魚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要再加個WhatsApp 而且有一點鹹 這邊可以看到它的菜單 很明顯 這個是菜的 這是肉的 這是魚的 13.5塊 肉的12.5塊 然後它可以選擇Super Size加2歐 我們點這海鮮的是13.5歐元 你看這超多料耶 滿滿的都是料 如果加2塊可以加到大份的 然後他說大份的就是滿到直接 這樣 其實沒有差多少 對 你看超多料的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耶 麵包蝦翅湯很好吃 我剛喝這個湯跟這個三文魚也好好吃喔 湯也蠻好喝的 它的鮭魚啊吃起來也好軟喔 然後有馬鈴薯 而且很鮮 濃湯的感覺 濃湯又不會太濃 又可以喝得很順 然後我們剛排的這個湯店 排了半小時以上 然後其實它這裡 這一個market裡面 有很多家都有賣這個湯 看起來也是這樣子的樣子 所以我們喝這個湯是真的很好喝 沒有錯 如果說在排隊的人太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試試看 隔壁間其他幾間店 這裡有個Randir的 迷路肉的罐頭 試試看看 妳吃 妳先吃 像牛肉 牛肉乾 不像牛肉乾 它旁邊是熊肉罐 嗯 鹹鹹的